这可能是我今年最倒霉的一次经文维修了 不但翻了车不说 还被文子盯了几十个包 修到最后还发现 这经文损坏还是人为的 这个经文我昨天过来维修过 以为一个经文很容易修好 所以就没有带工具过来 我甚至连这次维修也没有打算拍摄在内的 哪成想 昨天就翻了车 因为这个摄像头居然让我一死半会 还不知道是哪里出了故障 我一开始过来 先把这个摄像头盖住 打算看它灯会不会亮 如果它的灯亮了 那么就代表它是通电的 但是我盖了半天 这灯认识没有亮 这时候我根据经验判断 它应该是陷入故障了 然后我就拆开这个防水盒 看看它水晶头有没有进水 因为这种故障 大多数都是进水导致的 所以拆开检查就对了 我把防水盒拆开后 发现水晶头并没有烧黑的痕迹 监控的网络接口也同样没有烧黑的痕迹 看来这个故障还不是进水导致的 既然这里没有问题 那么只能去另头看看什么情况了 我来到了交换机旁边 果然就找到了故障所在 这三二口的网线灯居然是不亮的 当时我给它换了个接口试下 没想到就这么一换 网线的灯居然就亮了 当时我以为是水晶头生动导致的故障 水就没有放在心上 然后我准备去摄像头那边 打算把刚才拆的防水胶装回去 就准备收工走人了 但装回去之前 我总是习惯性的盖一下镜头 看见它有没有通电 结果盖了半天 发现它认识没有任何反应 没理由啊 我又回到交换机那边 看看什么情况先 我来到交换机旁边 看到了供电灯是正常的 但奇怪的是 它右边的数据灯并没有闪烁 屏幕也显示 这相头确实没有恢复过来 于是我只能进入路上机的通道管理里面 看下发生了什么情况 我看到了这个相头 是网络不可达的时候 我以为是IP占用导致的 因为IP占用也会导致交换机的数据灯 不闪烁的情况 于是我就把这通道给散了 重新添加摄像头试一下 但是我删了这摄像头后 录像机却一直迟迟没有烧到这个摄像头 这就奇了怪了 按理说交换机已经供电过去了 应该是可以烧到摄像头来对啊 那我只能去摄像头那边确定一下 它到底有没有通电 当我走到摄像头面前 我就听到了 您好 欢迎光点 您好 欢迎光点 听到了这声音 那它确实是通电的 但奇怪的是 我用手盖住它 它依旧没有开启灯光 这就让我一脸懵逼了 平常摄像头盖住都会亮灯啊 这摄像头的灯是不是坏了 我只能回到路上机那边 看看什么情况了 我来到了路上机面前 摄像头一致是收不到的情况 我又看了一眼交换机 发现它在右边的数据灯 依旧没有亮起来 这种情况我也是头一会遇到 该不是外面的摄像头坏了吧 为了排除摄像头坏的可能性 我只能把这摄像头给拆了 把它带到路上机那边 试一下 来到了路上机跟前 我把摄像头接到交换机上 发现摄像头灯居然就亮了起来 但是让我疑惑的是 这条线的另头明明已经被我拔了 为何它的灯还是亮着 难道是交换机出了问题 先不管这个了 我先试一下带回来的摄像头能不能收得到 我点击刷新 监控就出来了 我再把它添加上去 摄像头就正常工作了 给大伙看下 屏幕是有画面的 这样我就可以排除 这个摄像头是没有裤障的了 于是我又把摄像头给装了回去 当我接上水晶头后 你说奇不奇怪 我之前怎么盖住它 它的灯就是不亮 现在它的灯又亮了起来 合着我啥都没干 它就自己好了 既然它的灯亮了 想必一切都正常了吧 但是你们猜怎么着吧 这个摄像头装回去后 录像机又显示 这个摄像头断开了 但是只要你把它带回来 一切又正常了 这就让我一脸懵逼了 你说摄像头问题嘛 但是我把它带回来 它就正常工作 你说交换机问题嘛 但是我带回来的摄像头 也是接到这个交换机上的 这也排除交换机故障的可能 你说网线问题嘛 但是摄像头接上去 灯又是亮的 因为没有带维修设备的缘故 索性我就翻了车 这里大会不妨半停讨论一下 说说这种情况 是什么故障导致的 好了 我要开始公布答案了 到了第二天 我带了设备过来 我首先就给网线对了下线 因为我昨天看到交换机的灯 就让我怀疑了 是不是网线出了问题 但是当时我还没那么确定 我接上了玄建仪 对了下线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这网线断了很多新墓缩 而且还出现 顺其错乱的情况 导致这种情况 大多数都是老鼠咬线导致的 于是我就在最有可能发生的室内 找到它的断点位置 但是我找了半天 认识没有找到任何老鼠咬过的痕迹 这线到这里就通向房顶了 所以我只能去房顶看看什么情况了 当时我也在房顶找寻了一番 房顶的网线 全部都是被PVC关保护着 所以出现断点的可能性也不大 当时网线到了那边 因为有一棵树的原因 有一小段网线 没有被PVC关保护着 首先我就打算过去碰碰碰碰去 当时这里蚊子特别多 我被盯了好几个包后 断点终于是找到了 大伙看下 这网线断成这样了 当时我就纳闷了 这网线在这里面好好的 也没有被拉扯的痕迹 为什么会断成这副模样 看样子也不像是被什么动物咬的 不管了 我只能把网线给它接好 为了做防水 我拿了个矿碱水瓶 搓一个孔 然后瓶盖也搓了个孔 然后把网线给剪断 一头穿进瓶子里 另头穿个瓶盖 然后准备去拿网线裙的时候 戏剧性的来了 网线就掉了下去 这时候我只能下去剪网线了 没想到我下去剪网线的时候 居然又发现了第二次断点 这是我想不到的 这里面不可能有什么人会进来呀 我爬进来都会进 而且温柴这么多 但是这些断点 确实也不像什么动物咬的 没办法 算我倒霉 我只能再拿一瓶矿点水 喝了下去 由于两处出现断点 网线的长度就不够了 我只能用一小节网线来补上了 你们是不是知道 当时那边的蚊子 那叫一个多啊 我被钉了几十个包后 我才把网线给接好 接网线的步骤 就是把皮给剥了 两头相同的颜色拧在一起 然后用胶布包好即可 这里我就不细讲了 好不容易两处的接好后 我回去一看 摄像头居然还是没有画面 当时我快崩溃了 再用寻寻鱼对下线 看看什么情况的时候 结果发现 三套去没亮 这就意味着 还有第三处断点 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就和客户说一下情况 结果客户就和我说 前段时间 他故人把那里的杂草和树叶给砍了 会会是砍草的时候 网线也顺带被砍到了 当时我一听 真相大白了 我就说嘛 这网线怎么可能莫名其妙 多出来这么多断点 看样子也符合 被刀砍的痕迹 好了 希望本期故障案例 会给你带来帮助 感谢大伙一路观看 这是一位粉丝的求助 他们家的WiFi 是用有线Match主网 他和我描述是 台式电脑有网络 手机就连不上WiFi了 手机连上WiFi了 台式电脑又没网了 反正就是经常的跳网 断网 他们把宽带师傅也喊了过来 就是解决不了 那接下来去粉丝家看看 他们家的网络 到底怎么回事吧 我来到了他们家 用电脑进入了路由器后台 看看什么情况间 进入了后台 眼前这一幕就告诉了我很多答案 比如这里显示他们家有三台设备 一台左路由 两个子路由 而且我这里看到这个标记的时候 小胡我就已经知道他们网络卡顿的原因了 接下来我就和大会说一下 我是如何通过这个界面 就能分析出他们家网络卡顿的原因 但是在这之前 我发现他们的电脑居然是处于断网状态的 于是我又顺道看了一下 他们路由器的上网方式 结果发现路由器是自动获取方式的 既然自动获取没网络的话 我就选择了宽带博号上网看一下 结果却发现 路由器居然存有宽带账号密码的 那想必路由器之前是博号上网来对 可能这个粉丝有点网络基础 进来乱改一通 才导致全决断网的 因为这个管理人后台的密码 还是他告诉我的 我选择了宽带连接 网络又给恢复了过来 好了 接下来就要解决他们网络卡顿的问题 我来到了他们光帽旁边 看到上面接了三条线 蓝色线是接在这个主路上的 这没什么问题 倒是旁边两条线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条线接到千兆医药口上 另一条线是接到IPTV口的 旁边还有一条没有搭水银头的网线 这就更加印证了我的想法 于是我来到了他们房间 找到了一个纸内容 我当时就发现 他的网口灯可是不亮的 但粉丝飞和我说 这条网线是有网络的 这条线是有网的 反正维修的时候 客户的话只能信任慢就对了 一开始这个图标就告诉了我 他们的网络构价是 无线卖取组网 要是有线卖取组网的话 他的图标应该是这样的 而且光帽上只能一个设备拨号 一旦有设备拨号了 光帽其他的网口就失效了 所以其他网线接上去 是没有任何网络的 为了给客户证明这纸路由 不是靠这条网线 传出网络过来的 我把纸路由器的网线给拔了 直接接到我电脑上 我随便打开个网线给他看 打开很慢的 他有网啊 可能是无线卖取的云库 打开网约确实有点慢 看嘛 网页打开了 是有网络的 他的网络来源 是通过介绍主路由器的信号得来的 即使没有网线的情况下 依旧可以上网 这就是无线卖取的优势 但是他们的劣势 你们也看到了 就是容易出现客户说的 断网跳网的情况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只能做有线卖取组网来行 但是我刚刚明明把网线插在路由器上了 后台还是显示 只路由处于无线卖取组网状态 那他们的网线肯定有问题了 于是我用水晶椅来测试这条线 结果还真的有了意外发现 除了38号灯按照顺序量 1号和2号灯 顺序居然是相反的 不对 你那个朋友打的不对 这条线不对 这时候我才发现 上个师傅居然把水晶头给打错了 难怪这网线没有网络过去 于是我就重新打了个水晶头 后来状态就显示一个有线卖取组网 和一个无线卖取组网 我来到了第二个直路由 也是一样的原因 上面插的两条线 亮的是接电脑上的 我亮的那条 应该是通胀光毛那边的 大家还记得这条没打水晶头的网线吗 既然灯不亮 那只能是这条网线的 之前为什么没有打 想问是那师傅 错把ITV的网线 当成这个房间的线了 于是我就把这水晶头给他打上 打完线我肯定要对一下线 不是我不相信我自己的水平 是我不相信上个失误的水平 果然谨慎还是好一点 大伙看一下 这灯跳的可是毫无规律 于是我只能拆开这个面板 看看什么情况了 拆开靠一看 不能说颜色一模一样 只能说毫无相关 大伙看不懂没关系 我这里简单的和大伙说一下 这种面板是怎么打的吧 它有A类和B类打法 我选择B类打法 第一个颜色是橙 那我们就把橙子放进去 摁一下 它第二个颜色是白橙 那我们就把白橙放进去摁一下 第三个颜色是白绿 那我们又把白绿放进去摁一下 就这样颜色对颜色 以此类推 这网络面板就可以打好了 学会后再回来看那师傅打的 这下你们就能看得懂吧 无论是按到A类还是B类对应 这颜色压根就对应不上了 这师傅也是人才了 好了 他们掉线的问题 其实Match无线组网不稳定导致的 被我改成了有线Match组网 掉线的问题就给解决了 在这里我和大伙说一下 任何时候 有线传出 永远都比无线传出 来得更快 更稳定 无线组网 只是在没有网线的情况下 还不得已选择的方式罢了 好了 下一期是酒店网络的大结局 我以为是